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舞台上呈现一个打戏的部分 这样说粉丝们更是期待了吧 最近四大鸣鼓为锅鲜火 而预告片里何盛民和张翰的一句 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 更是被网友们玩坏了 那唐主张翰对此事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很好啊 大家就是开心就好嘛 然后本来就是过节的气氛 然后也可以拉高 就是大家对我们新剧的关注度吧 当被问起谁笑起来更好看时 张翰立马展现了唐主的发戏 谁笑得最好看 当然是我了 没错 凭着招牌笑容就能霸占表情棒的张翰 当然是笑得最好看的呢 四大鸣目里帅个云集 对自己笑容这么自信的张翰 觉得四个人中谁最帅呢 我觉得Micky最高啊 何盛明 什么啊 颜值王的汉汉竟然说自己不是最帅 是小编听错了嘛 不过唐主你这做一个笑容又一个笑容真的好吗 不怕迷死屏幕前的万千少女吗 报告老新闻 调到唐主的笑屋里 出都出不来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